来 升级果人 谢谢 打开竞丝产品箱子 封住扇袋底部 棉上瓷器贴纸 放入竞丝产品 流水线的工作方式 节省包装时间 配合台载节的发放 所以我们在为港农户 准备一些扇袋 因为在行馆期间 我们不能去发放 港农户又不能来进食堂 来接领这些扇袋 所以我们唯有 用无忌的方式系给他们 除了进食产品 社福同仁也准备了一张 富有进食产品食谱的祝福卡 和一封给照顾户的信 为了安他们的心 我们就是说 我们的爱还是存在 我们是继续把这些爱 寄到我们的家 我们还有一句就是说 叫他们跟这些 我们的扇袋拍照 然后寄回给我们的志工 这是一个为他们庆祝的一个模式 那么志工也安心 包装好的开摘节扇袋 由快递公司帮忙带送 把扇袋一一送到照顾户的家 希望说穆斯林的同胞们 收到我们的这些祝福的时候 感到很欢喜 希望行动管制赶快过去 疫情赶快过去 穆斯林的同胞 有一个快乐的菜单也 要去哪里 去马西达的家 拿开摘节的礼包给他 因为他的地址比较干绷 记不到 一些照顾户的住家过于偏僻 快递公司无法抵达 负责关怀的慈吉日工 便亲自把善待放到照顾户的手中 祝吉社福同仁 精心准备的善待 让照顾户在行动管制期间 依然可以感受开摘节的气氛 和慈吉的爱心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